主席有请副部长 委员长 副部长你早 我想媒体上报道了 珠海这个航空展 武器展 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不知道我们国防部 看了这个图片以后 你们认为我们哪些部门 是应该要检讨加强的 首先我们在 我们的战规师对于未来的 中共的一个军力的发展 我们的一个应用方案 要做一个全盘的一个 战略的一个检讨 另外我们在 勤说部门02部分 我们要对于这样的发展 对我们威胁的评估 要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分析 再一方面在我们的科研单位 在我们的做济世 对这样的一个 装备的发展 给他们增加多好战力 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 我们应该有一些应处作为 我想这方面 连参部门呢 他们都会有一些分析 我想副部长 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也非常重要的 是 本需在此地也曾经 咨询过 我们军人 我们部队 不外乎是战力保存 跟战力发挥 是 这件事情凸显了 我们战力保存的重要 是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所有的这个重要的武器跟装备 很多都是暴露在外面的 对 承受第一级的是有困难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特别期盼我们国防部跟相关的单位 一定要有很深度的 很具体的去找答案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一昧地在这里 我们看到问题以后 只是一个素面的检讨而已 那将来是非常危险的事 对不对 谢谢委员指教 其次就是有关在 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 因为中共的崛起 中共跟美国的关系 在我们军售上面 也产生了很多困难 甚至于我们有些武器 可以说我们不断地提出来 获得不到 我们有没有重新思考 在没有获得这些武器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强化 我们的国防武力 向委员报告 首先我们在于 我们的军售政策方面 我们是以自行发展为原则 我们不能发展的 我们才去向外面去采购 或者是去 我想简单的 我本席来做一个建议 我想我们打装边训 是我们用兵的一个世卫理责 那我们打什么样的仗 需要什么样的装备 我们应该整体 当我们这个装备 不能够获得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替代案 本席曾经在此地建议过 比如说宪兵 宪兵不是光是警卫 宪兵不是光是祭司 宪兵不是光是在这个冲安演习的时候发挥功能 宪兵应该特战化 是 今天全世界都在强化特战部队的运用 是 为什么我们宪兵不能够特战化 这方面我们已经在加强了 我想特战化 现在一个特战部队 所花费的不多 也都是新装备 但是它的功能很大 是的 我想这一点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本席跟我们国防部的合作之下 能够在短期之内给它转型成功 是 我们不要为了这个好像某一个军统的这个特性 我们就不能够改变 那是不对的 我想我们这个军统保留 它的任务可以弹性 可以强化 我们这一点我特别的在此地强调 希望我们国防部能够尽快的付出于行动 可不可以 报告委员我们会去跟您再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这方面的讨论 好 下面我再提到我们有关木兵制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本徐知识认为第一个是预算的问题 是 我想这个我也承认 第二个来讲的话 是我们组织结构的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组织结构已经刚刚完成 我们这个变动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刚才讲了 怎么样在组织内去做调整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第三个就是他未来的出路 我曾经在此地咨询过退补会 也咨询过高部长 我不知道我们跟退补会这个合作的平台 有没有建立 有没有发挥功能 这方面向委员报告 有关推动木兵制 我们跟那个退补会的这个平台 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在管盘当中 昨天本人也代表国防部到退补会去参加会议 有分类分级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一些设计 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再仔细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战斗官科的四根兵 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寄望他们未来的专长 执行他的这个义务 执行这个木兵制完了以后 他退休以后 有个地方去 可以为社会所用 这个是他家长可以能够让他去当那个兵的 否则的话你找不到别 我们在这方面会专业的训练以后 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运用 这方面我们特别注意 所以我希望给他具体化 是的 我们我当初也讲过了 退补会他成立是唯一带老兵设立的 那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讲二代的老兵是哪个 就是木兵制的兵 是都退伍军人 怎么要让这个二代老兵的兵能够安心的在部队服役 那就是退伍会二次转型 是的 如果不能二次转型 我可以断言 寻不通 国防部跟退伍会之间会密切的这方面做一个积极的合作 我想不仅仅是跟退伍会 我们其他有关任官方面 跟考试院 我曾经也在考试院的这个全系部 咨询过他的部长 是 我们官校毕业的学生 为什么不能够考所谓的文官资格 是 二十年以后 台湾大学的高台生当二十年的兵 他一样没有办法去考所谓的文官资格 我们现在的官校学生都具有大学生的程度 是的 你让他考了个制度以后到退休的时候再做一个转业的训练 他当然就可以合格 是是是 他就不会四十二岁就退伍好像闲剧在家 没有人愿意闲剧在家里 是的 对不对 是 这方面我们的考试院也在讨论当中 我想这一点一定要给他具体化 是的 或者的话 我想社会上对我们军人的批判是不公平的 是 我们强调的不是齐头兵的 应该是立足点的拼的 是 任务不一样 你不能够完全都要求一样的东西 是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这样子的话是非常不对的 是 尤其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 这个这个魏文心等等的 高教人员不是在获这个钱了 我们是替我们的官兵在讲话 是 我们替我们的以往的袍子在讲话 我曾经公开讲过 不合法的钱拿掉啊 但是你要给他们有一个希望 不要这样子的不断地去做一些羞辱 或者是在形象上的破坏 那谁还来当兵啊 将军都不能当了还当兵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想必要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的部长跟特副会的主委 应该站出来去军人讲一句话 是 所以这点我想特别重要 希望我们能够这个话能够转回去 最后一点就是有关救灾的问题 我也提过很多了啊 是是是 我希望救灾 我曾经在内政部讲过 内政部毕业师是不是有人来 来 好 你简单的我跟你讲一下 动作稍微快一点 救灾是内政部的专责 国防部 国军的官兵是作战为主体的 重大的灾害 国军投入 当然 全世界皆然 没有说动不动就给国军部队拿去预制兵力 把你预制兵力 应该是内政部的部队来预制 保警部队也是 也是兵力 这个消防部队也是兵力 你们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你们 请你们回去转达 将来我到内政部还在问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